天气非常冷,高山还下雪了 台14甲线翠峰道大雨顶路段 22号晚间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23号上午是解除恢复交通 而公路局也派员检视路况 其中武岭到松雪楼结冰没有容 现家挂雪链来通行 新城景分局何欢派出所也呼吁 右路人要注意郊尾警示也要小心慢行 高山气候严峻,变化迅速 管制路段仍然是情况机动调整 113年何欢山雪季公告事项就指出了 积雪或是路面结冰时 甲乙类大客车以及超过3.5吨 大小货车及各类的积慢车 含大型重机都是禁止进入管制路段 本日23日上午70期 由台西市甲线31K50到33K松雪楼路段 路面结冰未容 现加挂雪链车辆东行 请用路人注意郊尾警示并小心慢行 提醒用路人高山气候严峻 变化迅速管制路段仍然限旺 机动调整下漆血时或路面结冰时 驾一类大客车以及超过3.5吨 大小货车及各类漆慢车 大型重型机车禁止进入管制路段 民众如果要行驶台8线及台14甲线 用路人 在雪季期间山区道路路况难以掌控 警方也呼吁民众非有必要请勿前往 行前必须备妥个人的装备以及车辆的雪链 并关注气象预报及交通资讯 预先规划行程的备案 新城警分局和欢派出所也呼吁 请用路人注意交为警示并小心慢行 记者林杰休林乡采访报道